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何也何华的何 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又被隔离了 这次是作为密接者隔离的 虽然他连确诊者都不认识 也没有接触过 隔离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挺悲惨的事 但是我还是不厚道的笑了 当然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隔离期间 我觉得他还是需要一些体育论练的 但是因为他的体重基础比较大 所以不适合做那种蹦蹦跳跳的运动 考虑下维他零身定做了一个动作 改良的农夫行走 适合他这种大体重的隔离人员 当然其实也挺适合老人的 一个动作可以练全身 背部、手臂、臀、核心、腿都可以锻炼到 只需要两桶水 当然如果觉得手会比较隔的话 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我用的是当初织的袜子 然后做的时候套在手上 这样做运动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隔得慌了 启动做一个硬拉 以髋关节为肘起身 整个背部保持平直 从后面看一下 走起来最重要的是收紧肩胛骨 臀部 但是不要挺胸 眼睛平视前方 收紧核心 稳定呼吸 脚后跟着地 速度越慢越好 刚开始不能做到漫步走的话 可以快一点 然后慢慢降低速度 以一个深蹲姿势结束 想象后面有个凳子往下坐 水桶落地就可以起来了 因为掉几道的肌肉比较多 走个两三圈 全身就热乎乎的 每天走20到30分钟 试试看吧 隔离期结束 你会发现 走路目几道的肌肉感不一样了 以前不管是哪里用力 都变为同步用力 肩膀的改善 自己体会吧 谢谢大家